英语与对话 阶段六 Whose hat? 小动物们在草地上发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 A small hat. Whose hat? Too small, it's not mine. 小老虎摇了摇头,走开了。 Too small, it's not mine. 小象摇了摇头,走开了。 Too small, it's not mine. 小猴子摇了摇头,走开了。 Just right, it's mine. 小老鼠戴着帽子,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Where is? 幼儿园的午餐时间到了。 餐桌上摆满了小动物们喜爱的食物。 Where is my spoon? 小熊没有勺子,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蜂蜜。 Where is my fork? 小猫没有叉子,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鱼。 Where is my knife? 小狗没有刀子,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香肠。 Where is the mouse? 小动物们向窗外看去。 原来小老鼠拿着大家的餐具,坐在草地上吃西餐呢。 Let's have dinner. Pasture spoon Pasture fork Pasture knife Let's have dinner. Let's have dinner. Pasture spoon Pasture fork Pasture fork Pasture knife Let's have dinner. Yucky 大象妈妈在厨房里做了一锅美味的汤。 小熊跑过来放了很多汤。 I want to make it sweet。 小猫跑过来放了很多盐。 I want to make it salty。 小老鼠跑过来放了很多醋。 I want to make it sour。 I want to make it sour。 汤煮好了。 大象妈妈请小动物们来喝汤。 No! Yucky! 小动物们都觉得难喝极了。 放下汤碗都跑掉了。 Three little pigs 森林里住着三只小猪。 老大盖了一间草房子。 This is my storehouse. 老二盖了一间木房子。 This is my wood house. 老三盖了一间砖房子。 This is my brick house. 有一只凶饿的大灰狼总想吃掉它们。 它先来到了老大家, 对着草房子使劲吹了口气。 草房子就倒了。 老大赶紧跑到了老二家。 大灰狼追到了老二家。 它用力一推就把木房子推倒了。 老大和老二一起跑到了老三家。 大灰狼又追到了老三家。 它又是吹气又是推, 可是砖房子很结实。 大灰狼就是进不去。 它爬上房顶, 想从烟虫爬进去。 可是小猪们把壁炉点了起来。 结果大灰狼掉到里面被烧死了。 从此以后, 三只小猪幸福地生活在老三的砖房子里。